拜登 這傳言很久了 終於簽了行政命令 限制美國對中國的科技投資 不過他一講這是國安的限制 並不是因為商業或經濟上的理由 那主要的是 這個半導體 微電子 量子科技 AI系統 就主要集中在這幾個部門 那實際上 大概一個多年前就有人跟我講說 現在美國其實政府對他們的基金 投資中國大陸很多那種私募基金 都非常重視 大的銀行 大的金融機構 大的私募基金 就在看說 有沒有到中國大陸去投資 那台灣其實也是 大概很少 台灣的公司到大陸投資了 那麼這大陸的投資的錢 都是他在大陸賺的 這麼多年累積的錢在大陸投資 很少薪錢進去 所以變成他只有他自己的錢 在他自己投資 現在變成這樣 那中國非常失望 怎麼搞成這樣子 在限制我們幹什麼 所以他們就趕快 事實上大概早就有消息 因為這些 這個消息不是一天兩天 趕快去買這個NVIDIA的高階晶片 說呢 起碼花了50億美元 包括百度 這個字節跳動 阿里巴巴等等 都去買 那很多家的網路大的公司也去買 趕快先搶一些晶片起來 好 那麼除了這個以外呢 台積電也跑到德國 台積電現在在美國有投資 大家也知道這個建廠發生的問題 而且前兩天我們再看到一個消息呢 就阿里巴巴當地的民眾 現在去跟他們的國會議員陳情 希望呢台積電預備現在派500個員工去支援 不給他們簽證 因為這些人到美國都要簽證 所以叫國會議員去禁止他們簽證 禁止他們搶我們的工作 這在美國 那另外在中國大陸 它本來就有12吋跟8吋能金元廠 在南京跟上海 那新加坡有一個8吋廠 日本12吋 日本聽說進展還算順利 現在到德國Dresden去設廠 Dresden我去過 它是在東德 原來在東德 那個地方的美術館 各方面都非常的好 那到這個東德的 現在不分什麼東西的到德國去 而且曲面就是歐基電 對於美國來說的話呢 目前這樣那個兩手策略一軟一印 事實上是已經蠻清楚的 像是拜登的主調了啦 那尤其是呢 到目前為止的話呢 9月份要登場的 是包括有東協的峰會 有G20 一個在印尼 一個在印度 那接下來的話呢 11月份的話呢 又在美國 他們有這個APEC 所以呢對於 這個拜登來說 他怎麼樣子在國際的舞臺上面 是不是能夠跟習近平見面 或者說可以展現出一個呢 對於這個印太地區 能夠有所掌握 但同時之間又能夠交好 這樣的一個 管理大國關係的 那麼一個 全球領袖的態勢 我覺得對拜登來說非常重要 那所以呢 很明顯的看得出來 所以其實共和黨 對於目前共和黨 有在眾議院的這些眾議員 對於拜登今天簽署的 這個行政命令 坦白講還蠻不滿的 他覺得你拖拖拖 拖了兩年多了 先年早就說要有動作了 結果一直拖 一直拖 拖完之後呢 範圍也越來越小 越來越小 越來越小 那雖然這個拜登講說 這是非常的針對性 只針對國安 不針對經濟 那所以也是讓這些美國的企業 能夠稍微心安一點 但是反過來說的話呢 確實也給了這個共和黨一些 一些口 一些口舌 一些把柄 就是未來的話呢 事實上 川普跟拜登之間的戰爭 我認為在未來這段時間 除了我們看得到兩手策略 大概來說 會是拜登主政底下的一個常態 之外我覺得其實 美國內部的這個政治的鬥爭 尤其選舉越來越激烈 川普的狀況會多麼的這個 嚴厲的去挑戰拜登 我覺得會影響到美國對中的政策 所以接下來我覺得還要去觀察的 就是有關於川普 跟這個拜登的狀況啦 那隨著他們的選舉的時間 越來越接近 對台灣的影響來說 我覺得越來越大 現在的壓力不是只有台積電 因為台積電是因為大嘛 所以大家看到其實很多高科技廠 外國的廠商都在逼他們 叫做台灣plus1 什麼叫plus1 就你台灣這個廠 你在海外國設一個廠 如果將來台灣有事的話 至少海外廠還能夠生產 這叫做plus1加1 這個壓力這個從去年就開始 一直給台灣的廠商很多的壓力 所以他們必須要跑到 不一定德國嘛 可能到印尼啊印度啊 不同的地方 這個泰國啊等等去設廠 就是你把台灣搞成 外國人現在覺得台灣是一個 兵兇戰危之地 今天你如果是外國大臣 你也怕啊 我要投資在台灣我怕不怕呢 一個投資起碼是10年 20年30年的這個事情 我當然怕嘛 那我跟你買 萬一哪天你斷了 你被打了我怎麼辦呢 可是問題來 我像台積電 如果有一天真的台灣打起仗來了 台積電被炸毀了 它的研究中心在這裡 它的研究中心在這個地方 你就它腦在這裡 你外面搞一堆 像手腳一樣在外面 你這腦沒有了 那有什麼太大的價值呢 又有什麼太大的意義呢 所以把台灣搞成兵兇戰危 每天這個 這個等於污名化台灣 多危險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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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告訴你 連很多國外全世界 最大排的藝人 都不到台灣表演啊 為什麼 就怕台灣打仗 他們嚇成這樣子啊 因為你想 假如我身價這麼高 我一場演唱會 可能要1000萬美金 我也不想到你一個地方去 搞到萬一打起來怎麼辦呢 所以你現在覺得 我們台灣人不覺得 當你把台灣 渲染成這個兵兇戰危的時候 外國人投資是很緊張 是很謹慎的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有信義 有信義 上證 、有信義 是 有信義 你